好 接着来关心全台湾也是亚洲首作有机农业研究中心 今天在花莲的寿风箱正式启用 这是台湾农业重大里程碑 因为研究中心不只负责 技术研发更将担任对外窗口 提升台湾农产品在国际上的能见度 以国内的有机农业进一步的发展与升级 有机米如果有机会外销到日本 绝对会是从花莲开始 历史性的一刻 全国首作有机农业研究中心正式诞生 一号在花莲寿风箱举行接牌典礼 现场关盖云集 不少推动有机农业的工程都清零现场 要一同见证台湾农业崭新的里程碑 它将是一个领航的地位 我希望说让我们的很多有机农产品 开始有了一个新的一个出路 有机农业研究中心从104年开始筹设 经过各方人士推动配合 历经八年时间 终于能够正式启用 不断肩负国内技术研究 在国际上更是台湾的对外窗口 要将优质的农产品销售到国外去 戒由同仁的努力 成功与美国签署了有机同等性协议 大幅增加台美有机农产品贸易 截至111年年底 全国有机面积已达13545公顷 其中花莲是正比最高的区域 有机农业研究中心成立后 更可以带动东部农业发展 提升国际能见度 让台湾农业再升级 记者春天夜花莲报道